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荒岛77集,我站在那里看着姚翠花,我心里暗倒。 虽然姚翠花的描读和功夫很是厉害,但是老子现在是暗尽触及。 如果我突然对姚翠花发起攻击的话,那她也不一定能挡得住。 毕竟按进初级的速度,不是她们能想象得到的。 我虽然心里已经有了对付姚翠花的打算,但是我并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我不知道姚翠花是不是要把蛊虫担给我,姚翠花到目前为止,对我一直没有什么敌意。 而且我刚才救了她,她如果把蛊虫担给我的话,那这事也太不符合逻辑了。 我站在那里想了一下,并没有贸然动手,我揉了揉鼻子,看着姚翠花问道,姚教主,你打算把什么东西给我? 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如果姚翠花要是把蛊虫担扔到我面前,那我二话不说,手里的石头直接就飞出去,先把姚翠花的双手给废了再说。 我虽然心里是那么想的,可是我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任何的异常,姚翠花看了我一眼,她看着我说道,黄先生,今天您救了我,为了表示对您的感谢,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 姚翠花说完,她直接就把一个东西朝我扔了过来,那个东西看起来亮晶晶的,似乎是个铁器。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直接就在空中接住了那个东西。 我把那个东西拿在手里,发现那个东西是一块银牌,那块银牌打造得非常精致,但是那块银牌上面的图案却看起来很是奇怪,我本来以为姚翠花是五毒教的教主,她给我的东西肯定会有毒虫那些图案,可是那块银牌上面却只雕刻了一个人。 那个人似乎围着头巾,她的肩膀上还扛了一个锄头。 我看着那个图案,心中暗道,这是什么意思? 姚翠花看着我说道,黄先生,那个图案是神农长白草,我们五毒教虽然是苗人,但是我们苗人也是从中原这边牵过去的,我们的祖师爷是神农,所以我们也拜神农。 黄先生,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难解的毒或者是蛊虫的话,都可以拿着这个银牌去找本地的苗人,那些苗人会通知我的,我一旦收到消息,就会马上赶过来的。 我听了姚翠花的话,心中暗喜,有了姚翠花的承诺,那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那些毒药了。 江州和摩都都有很多人挑着扁担卖茶叶,那些人都是苗人打扮,如果我遇到麻烦的话,直接去找他们就是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姚翠花说道,姚教主,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以后如果你来江州这里的话,可以来找我,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姚翠花看着我笑了笑,黄先生,您这就不地道了吧? 我虽然刚到江州,但是我也早就听说了,您是个人物,您将来肯定不会只局限在江州这个小地方的,也许过不了多久,您就去摩都了。 你可别忘记了,回头我去摩都,你一定要请我吃饭。 我听了姚翠花的话,心中暗道,他马的,姚翠花的消息也够灵通的了,我还没有怎么着呢,他就猜到了,我回头要去摩都。 我看着姚翠花摆了一下手,我说的话绝对不会忘记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来找我,我肯定请你吃饭。 我说完,转身就走出了那个仓库,我没有从苗药厂的大门那里出去,因为那里坐了两个保安,那两个保安肯定是姚翠花的手下,但是万一他们阻拦我的话,还得跟他们解释。 我直接走到了我翻进来的那个地方,我两手一扒,就从围墙那里翻了出去。 我直接钻进了车里,我快速地朝医院驶去。 一路上,我把车开得飞快,我老担心黑熊和弟兄们又会有人顶不住。 我到了医院之后,直接就去找黑熊他们那个科室的主任,我们住院的兄弟大概有几十个人。 我把相同数量的解毒丸交给了那个科室主任。 那个主任听说这就是解药,他没敢耽搁,马上就让手下的医生和护士把那些药给我们的兄弟一人喂了一颗。 我站在病房里,我看着那些兄弟每人吞了一颗解毒丸,我站在那里紧张地看着他们。 可是没意会,一些兄弟就上土下泄了起来,为他们解毒丸的那个医生当时就有点慌了。 他二话没说,转身就朝主任办公室跑去。 那个医生一边跑一边大喊,主任,你快来看看吧,那些人的情况不对。 对,那个解毒丸似乎让那些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那个主任听到喊声,他急忙快速地从办公室里跑了过来,他看着病房里的那些病人,不禁皱起了眉头。 我看着那些兄弟的样子,心里暗倒,他骂得坏了。 那个姚翠花该不会是刚才忽悠我的吧? 他装模作样说把解药给我,可是实际上他给我的只是毒药,他骂得。 如果姚翠花给我的是毒药,那老子说什么也得灭了他们五毒窖。 那个主任看着病房里呕吐的那些人,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这时,旁边的重症室又传来了护士的叫喊声, 主任,你快来看看吧,那几个昏迷的病人在那里不停地动,他们也在那里呕吐了起来。 主任听到护士的喊声,他转身就朝旁边的重症监护士跑去,过了没一会,主任就走了过来。 他看着我尝出了一口气,黄先生,你不用担心了,你拿过来的,确实是解毒完。 重症监护士里的那些病人已经醒了,他们都没事了。 我听了主任的话,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黑熊和这些兄弟们的身手都很好,只要那些解药对路,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恢复过来的。 黑熊和弟兄们,只要身体康复了,那他们就可以在望海别墅保护下雪他们,到时候,老子就可以腾出手来干徐凯伦了。 麻痹的,徐凯伦你小子等着,老子一定要让你家破人亡。 黑熊这小子的身体素质最好,他去附近的厕所里转了一圈,他在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大事了。 黑熊看着我说道,黄先生,您这要还真管用,您就别在医院这边待着了,您先回去吧。 省得望海别墅那边。 黑熊没把话说完,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下雪他们都在望海别墅那边,可是望海别墅那里没有我们自己的兄弟, 下雪他们三个人在那里不安全。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黑熊说道,黑熊,那你在医院这边招呼着,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先回去了。 黑熊看着我点头说道,黄先生,您路上开车慢点。 我看着黑熊摆了一下手,然后就朝电梯那边走去,我刚走到电梯那里,电梯的门就被打开了。 接着,我和李秀妹正好来了个脸对脸。 李秀妹正准备从电梯里走出来,她看着我,她的脸上跳过一丝飞红,她想说什么,可是她却没有说,她猛然想到了什么。 她的脸突然又变成了平时冰冷的模样。 我看着李秀妹说道,秀妹,你怎么来了? 李秀妹看着我平静地说道,我是来医院看看黑熊他们的,黑熊他们还都好吧。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李秀妹说道,我刚把解毒完给黑熊他们吃了,他们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暗道,李秀妹跟黑熊并不熟,他们只是见过两次面。 李秀妹来医院这里肯定是来找我的,女人总是这样,她说什么话的时候,总要给自己找个借口。 我看着李秀妹说道,秀妹,大夫说了,让黑熊他们多休息,你改天再来吧。 李秀妹看了我一眼,她点头说道,好,那我现在就回局里。 我跟李秀妹走进了电梯,电梯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跟李秀妹都没有说话。 那一回,我俩有些尴尬。 我看着李秀妹心中暗道,以前李秀妹一直对我凶巴巴的,可是自从前两天,我俩有了那时之后,李秀妹就变了,她遇到我老是躲躲闪闪的,反正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虽然跟李秀妹是第一次,但是李秀妹当时也是她的第一次,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如果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对她负责的。 我一直想表达我对她负责的意思,可是那是针他码得很难开口。 电梯很快就到了一楼,我和李秀妹走出了电梯,我看着李秀妹说道,秀妹。 我还没有把话说完,李秀妹已经看着我说道,土包子,其实我今天来医院是专门跟你告别的,我马上就要回魔度了,你以后在江州这里看不到我了。 我听了李秀妹的话,当时非常吃惊,我看着李秀妹问道,李秀妹,你不是在江州这里干得好好的吗?你为什么要离开江州? 李秀妹朝远处看去,她在那里低声说道,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觉得我适合在魔都发展,所以把我调到了魔都。 我看着李秀妹的样子,心里暗道,李秀妹绝对是在撒谎,他妈的,他没有跟我说实话,所以他不敢看我的眼睛。 这是肯定没那么简单,之前从来没有听李秀妹说过,他准备调离江州的事情,他肯定是因为那天跟我发生了那种关系,所以他觉得待在江州这里不舒服,他才向上面申请,要求调到魔都去。 我站在那里看着李秀妹,我很想挽留他,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李秀妹看着我说道,对了,土包子,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了。 我听了李秀妹的话,看着李秀妹问道,秀妹,你说吧,不管是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我站在那里看着李秀妹,那一会,我的心情很复杂,虽然我喜欢下雪,可是李秀妹毕竟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是她让我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而且,我也是李秀妹的第一次,如果李秀妹真让我负责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的。 至于下雪那边怎么交代,李秀妹和下雪他们怎么相处,那一会,我都没有想,因为我也来不及多想,我是个男人,我要对李秀妹负责。 我那会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李秀妹看着我笑了一下,土包子,你别这么紧张,不是什么重要的大事。 我只是提醒你,我走之后,曾国杰会接替我的位置,他将是江州这里新任的刑警队长。 我听了曾国杰的名字,觉得那个名字很是耳熟,我站在那里看着李秀妹说道,曾国杰。 我是不是以前见过他? 李秀妹看着我说道,曾国杰以前是夏娃村派出所的所长,他也是老干警了,而且他那个人很有正义感,他做什么事情? 都是秉公处理。 李秀妹这一说,我马上想起来了,我跟曾国杰以前见过一面,以前蛇皮去我们工地找麻烦的时候,曾国杰出警处理过那个麻烦。 我对曾国杰的印象不错,那个所长瘦瘦高高的,人看起来挺正直的。 李秀妹看着我轻叹了一口气,土包子,江州这里挺复杂的,你自己多保重。 你把那件事情给忘了就行了,不要太放在心里,我走了。 李秀妹说完这话之后,她看着我挥了一下手,然后她转身就朝医院的外面走去。 我站在那里,看着李秀妹的背影,心里有些难过,李秀妹虽然说得轻松,让我忘了那件事。 可是女人总是爱说反话,她越说让我忘记,其实她是越在乎那件事情,那毕竟是她的第一次。 我看着李秀妹的背影,我很想冲上去拉住李秀妹,让她留在江州。 可是我傻站在那里没有动,我和李秀妹发生的那件事情,真的是太突然了。 我们两个思想上都没有任何的准备,大家还是先冷静一段时间再说吧。 而且,李秀妹是去魔都,我过不了多久也会去魔都的,到时候,大家还会在魔都见面的。 我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呆,等我在朝李秀妹的方向看去的时候,这才发现,李秀妹已经不见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然后钻进了迷你车里,我开着车就朝望海别墅驶去,一路上,不知道怎么的,我老觉得心里酸酸的,一路上,我都把车开得飞快。 我把车停到了望海一号别墅的门口,我打开别墅的门就走了进去。 夏雪他们三个女生正坐在客厅里喝茶。 夏雪看到我进来,她看着我问道,土包子,你不是去医院送解毒丸了吗? 黑熊他们的病情怎么样? 我看着夏雪平静地说道,黑熊他们都吃了解毒丸,他们的情况都有了好转,估计过不了几天,他们就能出院了。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她站起来高兴地说道,黑熊他们都没事了。 土包子,你可真够厉害的,那么难解地读你都搞到了解药。 我看了夏雪他们三个女生一眼,我想起来李秀妹的事情,心情就不太好。 我看着他们说道,你们三个聊,我有点累,我先上去休息了。 我转身就上了二楼,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然后躺在了那里。 我想起李秀妹走时候的样子,心里就有些窝火,麻痹的徐凯伦,都是你小子搞出来的事情。 要不是你小子勾结五毒教的人,李秀妹也不会被毒蛤蟆给下毒,老子也不会为了救李秀妹而跟她发生那种事情。 一直以来,我都是个非常传统的男人,我一直想着要把自己的第一次给夏雪。 我想跟夏雪在一起一辈子,可是我没有想到,李秀妹竟然是我的第一次。 而且李秀妹跟我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她的心里肯定很难过。 我跟夏雪他们三个女生住在一起,虽然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傻子也能看出来我们三个之间的感情。 李秀妹如果想跟我发展的话,那她的机会非常渺茫。 所以,李秀妹选择了逃离,她离开江州,就是为了不看到我和夏雪他们。 他妈的徐凯伦,老子一定要搞死你。 我点燃了一根白沙吸了一口,我在那里琢磨了起来,独无功当时说过,徐凯伦从金三角那里搞了很多粉过来,那批货值不少的钱。 她肯定是想用那批货的利润来填徐家那一个亿的资金缺口。 独无功说了,那些粉都在一辆大货车上,那辆大货车上拉了很多的石头。 可是独无功也不知道那些粉藏在什么地方。 他妈的,到时候找那些粉还是个麻烦事。 算了,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那辆货车的具体情况给摸清楚。 只要我知道那辆货车什么时候到江州,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把徐凯伦的那些货给找出来。 这时还是找螳螂办比较合适。 螳螂那小子在江州的眼线比较多,徐凯伦运石头的大货车。 螳螂肯定能打听出来的。 我想到这里,就从口袋里摸出了电话,我直接就拨通了螳螂的电话。 螳螂的电话响了没两声,螳螂就接起了电话,黄先生,您找我有事。 我对着电话说道,螳螂,你帮我打听一个消息,徐凯伦最近有辆大货车从滇南那边到江州,货车上装满了大石头,我需要知道那辆货车的具体信息。 那辆货车什么时候到江州,那辆货车上的大石头卸在什么地方,对了,还有粉格阿四那边的人有没有过来,这些消息你都要打听清楚。 螳螂听了我的话,他在电话那头应道,黄先生,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把事情放出去,兄弟们有消息的话,就会马上通知我的。 我对着电话又叮嘱了螳螂几句,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的心里突然觉得有些疲惫,我把电话扔到了一旁,然后躺那就睡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在别墅里吃了早餐之后,直接开车就去鼎盛地产了。 我最近一直忙解读完的事情,所以好几天没来地产公司了,我得来地产公司转转,省得谁又给老子捅娄子。 地产公司里的情况一切正常,那些员工的士气都挺高昂的,他们都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我坐到办公室里,然后泡了一壶茶,我在办公室里签了几份文件。 这时,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对着门外喊了一嗓子,请进。 办公室的门被一个警察给推开了,那个警察瘦瘦高高的,看起来还有点眼熟。 我看着那个警察,马上就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新任的刑警队长曾国杰。 曾国杰以前是派出所的所长,现在李秀妹被调到了魔都,曾国杰就成了江州这里的刑警队长。 曾国杰还没有说话,我站起身就朝他走去,我握着他的手笑了笑,曾国杰,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升职了,恭喜层所长高升啊。 曾国杰听我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他脸上的表情很是惊讶。 黄先生,您这记性也真是太好了,咱们只是以前见过一面,没想到你还能记得我。 我看着曾国杰说道,曾队长您一脸正气,我怎么会忘掉呢? 对了,曾队长,您今天来这里找我有什么事? 曾国杰看着我说道,黄先生,是这样的,我今天来摆放你呢? 是有件小事,想跟你说一下。 我听了曾国杰的话,心里觉得有些奇怪,曾国杰应该是今天刚上任,他怎么刚当上刑警队长就来找我? 难道曾国杰手里有我的什么把柄? 他想过来,跟我谈谈不成。 我虽然心里有些隔音,可是我还是看着他淡淡地说道,曾队长,虽然我们只是一面之缘,但是我觉得曾队长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您有什么事情就尽管说吧。 曾国杰干了那么多年的警察,他也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他看我说话的样子,就知道我对他产生了误会。 曾国杰看着我笑了笑,黄先生,是这样的,我来找您呢,是有件小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曾国杰这话说得很平静,他的话里没带一点火药的味道。 他的话就像朋友之间唠嗑一样。 我看着曾国杰心里暗道,曾国杰是个老条子,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确实有一套。 他刚当上队长,就来拜访我。 按照道上的话来说,他也算是给足了我面子。 曾国杰刚才在说我和徐凯伦事情的时候,他的声音一直不大,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态度,他是怕引起我的误会。 我坐在那里心中暗道,这个曾国杰的人还不错。 老子本来就没有打算跟徐凯伦进行私斗,我就算答应曾国杰的要求,也没什么。 反正徐凯伦从金三角那里运了一批粉过来,到时候,我就直接把那个消息透露给曾国杰。 曾国杰是刑警队长,徐凯伦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进行毒品交易。 这简直是打曾国杰的脸,曾国杰肯定不会放过徐凯伦的。 我只需要掌握好时间,等徐凯伦和粉歌阿四进行交易的时候,把消息透露给曾国杰。 剩下的事情,那就好办多了。 曾国杰身为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他肯定不会放过徐凯伦和粉歌阿四的。 曾国杰见我没有说话,他看着我问道,黄先生,你有难处。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曾国杰笑了笑,没有我没有任何的难处。 我身为一个守法的公民,维护江州这里的和平和安宁,那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至于我和徐凯伦之间的恩怨,那都是小事情,曾队长你就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和徐凯伦进行私斗的。 现在曾队长是江州的保护神,我一定会支持曾队长的工作。 以后,如果我有什么违法犯罪的消息,一定会及时通知曾队长的。 曾国杰听了我的话,他看了我一眼,我的态度让他有点意外,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把自己的名片放到了我的桌子上,黄先生,有事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那我就不打扰您的工作了,我就先告辞了。 我看着曾国杰说道,曾队长,我送送你。 我把曾国杰送到了门口,曾国杰朝我挥了挥手,然后他就走了。 曾国杰走了之后,我在办公室里又处理了一会公司的事情。 我处理完那些公事,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到中午了。 我想了一下,反正公司也没什么事情。 不如我现在就回望海别墅,毕竟望海别墅那里没有什么人,可别一不留神下雪他们又出了什么事情。 我开着车就朝望海别墅驶去,我回到别墅的时候,发现下雪他们三个女生正坐在那里吃午饭,而且看他们三个女生的样子还都挺开心的。 我看着他们还没有说话。 叶子齐已经看着我问道,包子哥,你吃饭了没有? 我看着叶子齐说道,我就是专门回来吃午饭的,赶紧的,先给我盛三碗米饭。 我今天要好好地吃上一顿。 叶子齐放下碗,她转身就朝厨房走去,没一会,她就把米饭和筷子给我拿了过来。 我接过饭碗,朝桌子上看了一眼,我这才发现,今天的午饭挺丰盛的,光是硬菜都好几个,有红烧鱼,烧鹅和卤肉什么的。 我看着肉丸子问道,肉丸子,你们吃得也太浮化了,还好我今天赶了回来,看来哥今天很有口福啊。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她用手拢了拢自己的头发,吐包子,你这家伙,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所以,当然得加菜了。 我听了肉丸子的话,看着肉丸子问道,肉丸子,今天又不过节,又不干啥的,怎么是个高兴的日子,你到底有什么高兴的事,快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 肉丸子看了我一眼,她看着我,嘿嘿笑了笑,吐包子,你想知道,我就不告诉你。 我听了肉丸子的话,看了肉丸子一眼,心里很是无奈。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切肉丸子,刚才是哥心情好,你现在就算想告诉我。 我也没心思听了。 下雪吃了一口菜,她看着我说道,吐包子,今天确实是个高兴的日子。 黑熊和弟兄们全都出院了。 我刚才给黑熊他们了五千块钱,让黑熊带着弟兄们出去搓一顿,我们三个女生就在家里加了几个菜。 我听了下雪的话,心里非常高兴,真没想到,黑熊他们竟然这么快就出院了。 我看着下雪问道,黑熊和弟兄们的身体都怎么样? 下雪看着我说道,黑熊过来的时候,我问了一下。 他说,他和兄弟们都完全康复了。 那些解读完很是灵验,他们没有一个人落下毛病。 我心里暗道,只要黑熊他们全都没事就行。 我正打算,最近,就搞徐凯伦呢。 我一直还有些担心下雪他们,我老怕我离开望海别墅之后,徐凯伦会找人偷偷地来对付下雪他们。 下雪他们毕竟是女生,他们的自保能力不行,现在黑熊和弟兄们的身体都康复了。 有黑熊和弟兄们保护下雪,下雪他们的安全,我就不用再担心了。 我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地干徐凯伦了。 肉丸子见下雪,已经把黑熊的事情告诉了我。 他看着我说道,土包子,你先吃饭,等会黑熊他们就回来了。 到时候,你可以亲自过去看看黑熊他们,毕竟黑熊他们上次为了保护我们,也没少出力。 上次那几个苗人扔毒粉的时候,黑熊和那些兄弟虽然明知道那些毒粉厉害, 但是他们也是顽强地抵抗,黑熊当时就在那里大喊,弟兄们顶住,多撑一分钟也是胜利。 咱们多撑一分钟,也许黄先生就赶回来了。 肉丸子这一说,叶子棋也在旁边说道, 包子哥,上次黑熊他们确实挺勇敢的。 我看着肉丸子和叶子棋点了点头,行了,我知道了。 我刚吃了一会饭,就听到大院里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我站起身,朝外面看了一眼,原来是黑熊带着弟兄们回来了。 他们那些人的气色看起来都不错,他们都走进了望海三号别墅。 我又吃了两口饭,然后我放下饭碗跟下雪他们打了个招呼,就出了一号别墅。 我走出别墅之后,就快速地朝三号别墅走去。 我走到三号别墅门口的时候,站在门口的兄弟看到我。 他急忙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转身就朝屋里喊道, 熊哥,黄先生来了。 黑熊听到喊声,他急忙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他看着我兴奋地说道,黄先生,您可算回来了我刚才去别墅那边看你, 学姐说你不在。 我看着黑熊点了点头,我刚回来,咱们去屋里说。 黑熊带着我走进了别墅,我俩走进了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没有人,黑熊顺手就把屋门给关上了。 我看着黑熊说道,黑熊,你和弟兄们都辛苦了。 黑熊看着我惭愧地说道,黄先生,我没有保护好学姐他们, 我太无能了。 我轻轻拍了拍黑熊的肩膀,那是不愿你,那些苗人是用毒高手。 你们猝不及防之下,能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了,那几个苗人已经离开了江州,他们死了两个,重伤了一个, 还有一个女的活着。 那个女的以后看到我们只会害怕,她以后再也不会对我们下毒。 黑熊听了我的话,他的脸上跳过一丝哀伤,可惜,挂了两个兄弟。 我听了黑熊的话,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我直接给黑熊的银行卡上赚了一百五十万。 黑熊的电话响了一声,他看着我问道, 黄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黑熊说道,那一百万是抚恤金, 你把那一百万分给那两个兄弟的家属, 剩下的五十万是奖励你们的, 你把那笔钱跟弟兄们都分了吧。 黑熊看着我急道,黄先生, 您平时给我们开的薪水就够高的了, 这钱我不能要。 我看着黑熊怒道,你小子别跟我客气了, 你招呼好兄弟们,平时只要保护好下雪, 他们就行,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我转身就走出了三号别墅, 我直接朝望海一号别墅走去, 我一边走一边心里琢磨, 现在下雪他们的安全已经没有问题了, 老子可以专心致志地搞徐凯伦了, 可是螳螂那小子那边怎么搞的, 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正在那里想着,我的电话突然就响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电话一看, 只见电话是螳螂打来的, 我心里当时就兴奋了起来, 他妈的,螳螂那边有消息了我和女同学的荒岛生涯。 我没有犹豫, 站在那里就接起了螳螂的电话, 我对着电话问道, 螳螂,是不是有消息了? 螳螂在电话那头说道, 黄先生,我刚得到消息。 粉格阿四的一个手下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到了江州, 只不过那个人到了江州之后, 他就直接住进了宾馆, 他跟徐凯伦并没有马上联系。 我手下的眼线还提供了另一个消息, 晚上七点, 徐家会有一车货到江州, 那辆大货车上装满了石头, 那辆货车会停靠在华盛地产的仓库里。 而且,那辆车是从滇南省开过来的。 我听了螳螂的话, 心中暗道, 粉格阿四的手下刚到江州, 晚上七点, 又有一辆装满石头的大货车在华盛地产的仓库卸货, 这个时间也他马得太巧了。 徐凯伦从金三角买的那些货肯定就在那辆大货车上。 我想了一下, 对着电话说道, 螳螂, 你现在人在哪? 螳螂对着电话说道, 黄先生, 我现在在烧烤店的办公室里。 我听了螳螂的话, 对着电话说道, 你在那等着, 我现在马上去兔子烧烤, 具体事情咱俩见面在谈。 螳螂应了一声, 他在那头就挂断了电话。 我直接就朝迷你车走去, 我也没有再进别墅, 省得下雪和肉丸子他们又问来问去的, 我还得给他们解释。 徐凯伦这事已经拖了太久了, 老子得赶紧把徐凯伦给解决了。 徐凯伦在江州这里可是一个心腹大患, 他虽然对我构不成什么太大的威胁, 但是这家伙太阴险了, 他一直处心积虑地找人对付下雪他们, 为了下雪他们的安全, 我得赶快干掉徐凯伦。 我钻进了迷你车里, 然后发动着汽车, 我一轰油门, 车子快速地就朝小吃街驶去。 我心里非常着急, 所以一路上都把车子开得飞快。 没一会, 车子就到了小吃街的外面, 我把车子停到了那里, 然后就朝兔子烧烤快速地走去。 我离兔子烧烤还有一段距离, 我就看到了螳螂, 螳螂这小子正站在门口等我呢, 他远远地看到我, 急忙就朝我跑了过来。 我见螳螂朝我跑过来, 心里有些担心, 他妈的, 该不会是粉歌阿四和徐凯伦提前交易了吧。 螳螂跑到我的面前, 我看着螳螂急到, 螳螂, 你小子跑这么快干嘛, 是不是徐凯伦他们已经进行交易了? 螳螂听了我的话, 他冷了一下, 他看着我急忙说道, 黄先生, 徐凯伦那边还没消息呢, 我听说你要过来, 所以我专门出来迎接你一下。 我听了螳螂的话, 没有再说什么, 我跟着螳螂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 螳螂给我泡了一杯茶, 我看着螳螂问道,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螳螂看着我急忙解释道, 黄先生, 粉歌阿四的手下在宾馆里一直没有出来, 粉歌阿四本人很少露面, 所以大家都不认识粉歌阿四。 这次来江州的, 是粉歌阿四的一个马仔。 那个马仔叫沙皮, 他经常在外面活动, 道上很多人都认识他。 所以他一到江州, 我的手下就通知了我, 但是沙皮一直住在宾馆里, 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走出宾馆一步。 那些做粉的平时都很小心, 沙皮不出宾馆。 这也符合他的风格, 估计七点前沙皮就会出宾馆的。 我听了螳螂的话, 坐在那里想了一下, 我看着螳螂问道, 螳螂, 徐凯伦那边有什么动静? 螳螂看着我说道, 徐凯伦人还在华盛地产的办公室, 他今天的表现很失意常, 平时他很少在办公室待, 他去办公室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 他处理完公室就走了。 今天徐凯伦竟然从早上待到现在, 他肯定是在等那批货的消息。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到高速的各个路口了, 只要那辆货车进入江州,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我听了螳螂的话, 坐在那里心中暗道, 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他往往在经历人生重大事情的时候, 会做出跟平时不一样的举动。 徐凯伦平时根本不在华盛地产的办公室多待, 可是他今天却一直在办公室里待着。 这就表明, 今天一定有事情让他很担忧。 而粉戈阿四和那辆运石头的大货车又这妖巧都出现在江州,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 那辆大货车上装的肯定有粉货。 因为徐凯伦对那辆大货车的期望值很大。 所以, 徐凯伦才会心里紧张, 因为他以前毕竟是个富家大少, 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买卖。 他第一次做这种肮脏的生意, 他心里承受的压力肯定很大。 螳螂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您在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吧, 我先去下面招呼一下生意, 下面的眼线一有消息, 马上就会通知我的。 我看着螳螂说道, 好, 那你去忙。 我坐在螳螂的办公室里休息了一会, 可是我的心里很是急躁。 他妈的, 螳螂这小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要知道徐凯伦那小子也很狡猾。 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一次就把徐凯伦给整倒。 如果这次我不把徐凯伦给整倒的话, 徐凯伦如果用那批货的利润 填住了徐家那一个亿的资金缺口, 我要是想再搞徐凯伦那可就麻烦了。 我正在那里想着, 螳螂从外面推门走进了办公室, 他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粉歌阿四的手下沙皮刚才从宾馆里出来了, 他一个人正在街上溜达呢, 我让弟兄们跟着他。 我估摸着徐凯伦的那车祸也快到了。 螳螂话音刚落, 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螳螂站在那里接通了电话, 什么那辆滇南的大货车刚下公路上面, 装满了密密麻麻的大石头。 行, 我知道了。 你们远远地跟着那台车, 我跟黄先生直接去华盛地产的仓库。 螳螂挂断了电话之后, 他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那辆大货车到了, 咱们现在就去华盛地产的仓库吧。 我看着螳螂说道, 好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出发。 我跟螳螂直接下了楼, 为了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螳螂开了一辆送货的破旧面包车。 我俩钻进那辆面包车里, 螳螂开着那辆面包车, 我俩就朝华盛地产的仓库驶去。 一路无话, 没一会, 我俩就到了华盛地产的仓库外面, 螳螂这小子很聪明, 他把车朝前面开了一会, 然后才把车停到了附近的一个胡同里。 螳螂从车里拿出一个望远镜, 他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我昨天已经来这里探过路了, 那个仓库大门紧锁着, 咱们得去附近的一幢小楼上, 在那里才能观察到仓库里面的情况。 我看着螳螂说道, 螳螂, 你在前面带路。 螳螂转身就朝附近的一个胡同走去, 在那个胡同的尽头, 有一排二层小楼, 螳螂给我打了一个手势, 我俩直接就爬到了楼顶那里。 我俩爬上楼顶之后, 螳螂就爬到了楼顶的边缘, 他趴在那里用望远镜看了一会, 接着, 他突然就兴奋了起来, 他直接把望远镜递给了我。 黄先生, 您快看, 沙皮来了。 我接过望远镜, 朝远处的仓库看去, 只见仓库院子里面出现了一个戴墨镜的猥琐男人。 那个男人穿着西装戴着墨镜, 他的脑门上有很多皱纹, 他那样子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一只沙皮狗。 我心里暗道, 怪不得这家伙外号叫沙皮, 他的这个外号还他马得挺贴切的。 沙皮站在院子里四处乱看, 能看出来, 沙皮有些紧张。 我心中暗道, 看来徐凯伦这次从金三角搞了不少的祸, 要不然, 沙皮也不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我朝院子里看了两眼, 突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仓库那里, 我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心里暗道, 麻痹的, 徐凯伦你小子终于出现了, 老子这次要是不搞死你, 老子就跟你的姓。 我拿着望远镜, 一直在那里观察着徐凯伦, 只见徐凯伦似乎喝沙皮挺熟的。 他俩坐在仓库旁边的台阶上, 正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聊天。 沙皮看到徐凯伦亲自来了, 他紧张的神情也放松了很多, 他甚至在那里拍着徐凯伦的肩膀大笑了起来。 螳螂见我没有说话, 他看着我问道, 黄先生, 仓库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把望远镜直接递给了螳螂, 徐凯伦那小子来到了仓库, 他跟沙皮两个人聊得还挺热乎的, 看来那批货应该马上就到华盛地产的仓库了。 螳螂接过望远镜朝仓库看了一下, 他还没有说话, 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轻轻地震动了一下, 螳螂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 他看着我低声说道, 黄先生, 跟着那辆大货车的兄弟给我发消息了, 他们说那辆大货车在江州多了半天的圈子, 他们现在正朝华盛地产仓库这边开过来。 那两个兄弟说, 那辆大货车估计二十多分钟以后就会到达华盛地产的仓库。 黄先生, 您现在可以给条子那边打电话了, 如果那些条子来得太晚, 沙皮他们也许就走了。 我听了螳螂的话, 心中暗倒, 独物工说过, 徐凯伦从金三角那边进的那批货数量非常巨大, 所以徐凯伦才亲自来这里和沙皮交易。 那批货肯定在那辆运石头的大货车里, 我现在就给曾国杰发个消息, 让他来个人赃并货。 我从口袋里摸出电话, 然后直接就编了一条短信, 我在短信上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下。 我说得到一个情况, 听说有一批货将在华盛地产的仓库进行交易。 那批货的购买方是粉哥阿斯的手下沙皮, 那些货在一辆运石头的大货车上。 那辆大货车估计在三十分钟以内到达华盛地产的仓库。 这次交易的数量非常巨大, 那些歹徒非常凶狠, 他们甚至携带了很多威力巨大的枪支。 所以, 还望曾队长小心才是, 要不是那些人太凶狠, 我直接就把那些歹徒给制服了。 我把短信发过去之后, 曾国杰就快速地回了我一条信息, 他说他们也得到了沙皮来到江州的消息, 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到沙皮具体的行踪。 既然我提供了这么有用的线索, 曾国杰会马上带人赶到现场的。 我看到那条短信, 心中暗道, 既然曾国杰也知道了沙皮的事情, 那曾国杰肯定会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 他一会就会带着很多干警把华盛地产的仓库给包围的。 那些货肯定就在那辆大货车上, 只要曾国杰把徐凯伦和沙皮堵到了仓库里, 那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警方肯定会携带机毒犬和各种设备来这里的。 到时候, 那些机毒犬和设备就会把大货车上的那些粉给找出来的。 我把手机揣到了口袋里, 螳螂看着我问道, 黄先生, 条子那边怎么说?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螳螂淡淡地说道, 我已经把消息放给曾国杰了, 等会曾国杰就会带人过来的。 曾国杰他们赶到的时候, 徐凯伦和沙皮他们肯定正在那里交易, 曾国杰直接抓他们个现行, 到时候来个人赃并货。 看徐凯伦那小子还怎么说? 螳螂听了我的话, 他看着我笑了笑, 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俩趴在那里朝远处的仓库望去, 大概过了没一会吧, 就见一辆大货车开到了仓库院子的门口, 那辆大货车上装满了大石头。 我拿望远镜朝那辆大货车看了一眼, 发现那辆大货车的牌照是滇男牌照。 我看着那辆大货车心中暗倒, 他马的, 徐凯伦运货的车已经来了, 不知道曾国杰那边怎么样了, 要是曾国杰来晚的话, 没有在现场抓到徐凯伦, 那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华夏这边的法律讲究人赃并货, 如果是在现场抓到徐凯伦, 那徐凯伦就算是想狡辩, 那他也说不清楚, 可是如果徐凯伦不在现场的话, 那警方要想控告他的话, 那可就有点不容易了, 因为毕竟华夏这里有很多牛叉的律师, 那些律师可以找到漏洞, 把徐凯伦给绕出来。 那辆大货车开进仓库之后, 徐凯伦和沙皮都兴奋地站了起来, 那两个司机也从车上跳了下来, 徐凯伦上前给那两个司机发了两根烟, 接着, 他就让那两个司机去隔壁办公室休息了。 徐凯伦拉着沙皮绕着大货车走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指着车上的石头, 似乎在给沙皮讲解着什么, 沙皮听了徐凯伦的话, 他在那里不停地点头。 我看着徐凯伦和沙皮的样子, 心里更加确定了, 他马的, 那批货肯定就在那辆货车上。 徐凯伦和沙皮绕着货车走了一圈, 接着, 他俩就站到了那里, 看他俩的样子, 似乎是在商量什么细节。 这时, 几辆黑色的越野车突然停到了仓库的附近, 接着, 曾国杰带着很多刑警出现在了仓库的周围, 曾国杰把手一挥, 那些干警都穿上了B弹衣, 接着, 那些干警都分成了很多小组, 那些小组都是四个人一组, 他们都悄悄地走到了仓库附近的墙下面。 曾国杰看所有人都到达了指定的位置, 他把手一挥, 然后发出了一声命令, 那些小组的干警都快速地翻上了墙头, 接着, 他们都从墙头那里跳了下来, 徐凯伦和沙皮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反抗, 就被那些干警给包围了。 那些干警小心翼翼地冲进了旁边的办公室里, 他们把那两个司机也给控制住了。 其中的两个干警打开了院子的大门, 曾国杰带着其他的干警冲进了仓库, 曾国杰站在那里看了徐凯伦一眼,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徐凯伦已经在那里叫嚣了起来, 姓曾的, 你要搞清楚, 我可是华盛地产的少东家, 你带着这么多人突然冲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赶快把我给放了, 要不然这事闹大了可不好收拾, 你要知道, 我徐家在江州这里经营了那么多年, 我徐家在江州的人脉可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你要是放了我, 这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如果你现在不放了我, 我回头就把这事捅到上面去。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刑警队长还怎么干? 曾国杰站在那里看了徐凯伦一眼, 他看着徐凯伦不卑不亢地说道, 徐少, 你不要那么嚣张, 我来这里也只是公事公办。 我们接到其他人的举报, 说有人在华盛地产的仓库进行肮脏交易, 我们警队当然得来这里看看。 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他触犯了法律, 就一定会受到法律严惩的。 我身为一个警务人员, 当然得打击犯罪, 至于其他的事, 如果徐少想往上面闹, 就往上面闹吧, 我无所谓。 我做事,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曾国杰那番话一说, 徐凯伦马上就有点黏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曾国杰解释道, 曾队长, 我看这事情肯定是有点误会。 我是堂堂华盛地产的大少, 我怎么可能去干那种违法的事情? 这是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我们徐家在江州这里经营了那么多年, 也得罪了不少人, 这是肯定是我们仇家干的。 我们徐家一直做的都是正当生意, 我们怎么会干其他的买卖呢? 这样吧, 你给我个面子, 现在就带人离开这里, 其他的事情, 咱们回头都好说。 曾国杰听了徐凯伦的话, 他站在那里看着徐凯伦冷冷地说道, 面子, 我不知道什么面子, 我只知道, 任何事情都得遵纪守法, 如果谁敢做违法的事情, 那我就会让他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你徐凯伦有没有干违法的事情, 那我现在不清楚, 但是你身边的这个沙皮, 他的名声却有点臭, 这家伙可是粉歌阿四的手下马仔, 你徐凯伦能跟他勾搭在一起, 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鸟。 徐凯伦听了曾国杰的话, 他站在那里很是生气, 他看着曾国杰冷笑了一下, 好, 我现在就让你们搜, 你们要是搜不出来什么东西, 老子就要你们的好看。 曾国杰看了徐凯伦一眼, 他发现徐凯伦脸上的表情很是镇定, 曾国杰心里暗道, 麻痹的, 这小子的表情怎么看起来那么镇定, 该不会是消息有错, 这辆货车上没藏任何的东西吧。 曾国杰虽然心里这样想, 不过现在他已经事成其虎, 他站在那里把手一挥, 弟兄们, 给我仔细地搜这辆货车, 一定要把那些东西给搜出来。 那些条子在那里应了一声, 接着, 他们一部分人站在那里, 把徐凯伦他们控制了起来, 另一部分人则快速地忙碌了起来, 他们纷纷朝外面跑去, 他们从外面的车上拿下来了很多仪器, 有些人甚至牵来了基督犬, 可是那些条子在那里忙碌了半天, 那些仪器和基督犬都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 曾国杰站在那里, 看着那些条子问道, 你们一定要搜查仔细点。 我们根据线报, 那些货就藏在这辆大货车上。 那些条子站在那里向曾国杰汇报着情况, 报告曾队, 我们已经用仪器对整台货车检查过了, 没有在这辆货车上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 曾国杰听了那些条子的话, 他的脸色有点难看,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眼, 牵着基督犬的那些条子, 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发现, 基督犬的鼻子很灵, 基督犬有没有找到那些, 或藏在什么地方。 那些条子站在那里看着曾国杰报告道, 报告队长。 这辆货车上除了那些大石头之外, 还装了几箱榴莲, 有些榴莲在货车运输的途中已经被撞碎了, 那些榴莲的味道很臭, 基督犬的嗅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杰听了那些条子的话, 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沙皮那家伙是粉哥阿四的手下, 他来到江州这里, 肯定是要跟徐凯伦进行交易的, 可是为什么在这辆货车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货, 难道是消息有误? 那些货不在这辆车上。 曾国杰站在那里看了徐凯伦一眼, 心里暗道, 或者是徐凯伦这家伙太狡猾了, 他故意安排了两台货车, 那两台货车都拉了大石头。 第一辆来到仓库的车并没有装货, 要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麻烦大了。 徐家在江州这里经营了很多年, 老子刚当上刑警队长并没有多长时间, 老子的位置还没有坐稳, 徐家如果想搞老子的话, 那老子的事可就大了。 徐凯伦见曾国杰没有说话, 他站在那里看着曾国杰笑了笑, 曾队长, 我刚才给你说什么来着, 我就给你说了, 我徐凯伦是个正直的人, 我不会做那些违法的事情。 你看看, 你有没有在这辆货车上搜到什么违法的东西, 我给你说。 我以前确实不认识这个沙皮, 这个沙皮这次是委托我从滇南那边买点大石头。 他说他要搞一个什么园林建筑, 那个园林建筑需要很多的大石头。 曾队长, 我们徐家在江州这里也有很多仇家, 这事肯定是其他的仇家故意栽赃陷害。 要我说, 你现在带着这些兄弟们就回去吧。 今天这事我只当没有发生过, 我也不和你计较了。 徐凯伦跟曾国杰说这话的时候, 他还慢悠悠地点上了一根香烟, 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是平静, 他就跟没有看到那些条子一样。 曾国杰站在那里想了一下, 他看着那些条子把手一挥, 兄弟们, 消息有误, 收队回警局。 徐凯伦站在那里, 看着曾国杰笑了笑, 曾队长, 欢迎下次再来。 徐凯伦站在那里看着曾国杰, 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哼, 你们想搞老子, 那还太嫩了点。 这时, 仓库门口传来一阵快速的脚步声, 接着, 我带着螳螂从仓库外面跑了进来, 我站在那里看着曾国杰大声喊道, 曾队长, 你等一下我敢肯定, 徐凯伦进的那批货就在这辆大货车上。 曾国杰看到我快速地跑进来, 他的脸上跳出了一丝兴奋, 他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这是可是要讲证据的, 我们在那辆货车上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 您可不能乱说。 徐凯伦见曾国杰都这样说了, 他的脸上跳出了一丝宁笑,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姓黄的, 闹了半天, 原来是你小子在后面搞鬼。 我徐凯伦是江州华盛地产的大少, 老子如果想赚钱的话, 什么方法赚不了钱老子, 怎么会去干那些肮脏的事情。 刚才这些条子也都检查过了, 他们用仪器已经检查过了, 这辆货车上面没有任何的粉货。 他们用缉毒犬也对货车进行过检查了, 那些缉毒犬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你小子还想怎么样? 姓黄的, 我知道你一直想对付我, 可是如果你想对付我的话, 咱俩可以明打明地来, 这是你非拉上层队长, 那就不好了, 层队长也没功夫跟你在这瞎好。 曾国杰听了徐凯伦的话,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徐少说的这些话也有道理, 如果您没有十足把握的话, 我们还是先撤了, 毕竟这事也不是什么小事, 万一闹到上面去的话, 对弟兄们也都不好。 我听了曾国杰的话, 看着曾国杰怒道, 我得到了确切的情报, 那些粉货就在这辆大货车上, 难道你想看着那些货流进魔都吗? 要知道, 那些货可是数量非常巨大, 那些货可以坑害许多的青少年。 一旦那些青少年沾上了那些东西, 他们就彻底地毁了, 我敢肯定, 那批货肯定就在这辆车上。 基督犬没有发出任何异常的叫声, 只能说明徐凯伦他们太狡猾了, 他们故意在车上放了大量的榴莲, 那些榴莲的臭味影响了基督犬鼻子的嗅觉, 所以, 基督犬才没有发出任何异常的叫声。 徐凯伦这小子确实聪明, 可是他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在这辆大货车上放了那么多的榴莲, 正好可以说明, 那些货就在这辆货车上。 徐凯伦听了我的话, 他并没有生气, 他站在那里, 不停地拍起了手, 姓黄的, 你说得真他妈的精彩, 老子觉得, 你比天桥下面那些说书的人, 还会讲故事。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 那些货就在这辆大货车上, 那老子, 今天就看看, 那些货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等会找不到那些货的话, 那你就是冤枉我这事, 我可跟你没完, 别说你是鼎盛地产的老总, 就是层队长, 我也得把他一块告到上面去, 我江州徐家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我听了徐凯伦的话, 我站在那里没有吭声,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 这辆大货车上藏着那些货, 因为这些事情都太凑巧了, 独物工说过, 徐凯伦从金三角买了一大批货过来, 那些货都藏在一辆运石头的大货车上。 粉歌阿四的手下沙皮刚到江州, 然后过了几个小时, 这辆运石头的大货车就到了江州, 这个时间也太凑巧了吧。 我已经让螳螂问过手下的那些眼线了, 今天整个江州只有这一辆大货车上运得有石头, 所以, 徐凯伦的那些货肯定就在这辆大货车上。 我刚才一直在那里用望远镜观察徐凯伦, 徐凯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淡定, 但是他左手的围纸那里却一直不停地抽搐, 他的那个小动作证明他的内心非常紧张。 他的那个小动作就说明了, 那些货肯定在这辆车上。 可是我虽然猜到了那批货就在这辆大货车上, 但是徐凯伦肯定把那批货藏得很隐秘。 他码的, 要是老子找不到那批货怎么办? 我站在那里, 心中也有些焦急, 老子这次好不容易才抓住机会搞江州徐家, 要知道, 我是好不容易才让徐家出现了一个亿的资金缺口, 如果徐凯伦把一个亿的资金缺口填上, 那他转身就会反击我的, 到时候, 我和夏雪他们都会遇到危险的。 所以, 我这次必须要搞定徐凯伦, 我要给徐凯伦来个人赃并获只有任账并获, 徐凯伦才会进监狱, 老子才能顺势把徐家给搞垮。 徐凯伦见我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宁笑, 姓黄的, 你不是说老子的货车上有猫腻吗? 你现在就赶快把那些粉货给老子拿出来啊你他妈的, 倒是搞死我呀。 黄石,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这次搞不死我, 你和你的那些女人都得死。 徐凯伦似乎觉得刚才那句话还不过瘾,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淫荡地笑了一下, 你放心, 听说你的那些女人都不错, 我会慢慢地把那三个女人都给玩死的。 你最喜欢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下雪哈哈, 我会让她最后一个死的。 徐凯伦说这话的时候, 他站在那里猖狂地笑了起来, 他不停地在那里大笑, 他的眼角都笑出了泪水。 我看着徐凯伦的样子, 心中暗道, 这就是他马的江湖, 如果老子这次不搞死徐凯伦, 那么我马上就会被徐凯伦给搞死。 我站在那里, 心中很是愤怒, 因为徐凯伦这小子刚才说到了下雪他们, 一直以来, 下雪他们三个女生都是我的逆临, 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他们想冻下雪, 那他们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死。 我心中突然涌起了滔天的怒意。 那种怒意非常强大, 我心里的杀气也被那股怒意给点燃了, 我双眼冷冰冰地看着徐凯伦, 那一会, 徐凯伦在我面前不再是人, 他只是一具可以行走的尸体。 徐凯伦看了我一眼, 他浑身马上就哆嗦了起来, 他被我眼中的那股杀气给吓到了, 他站在那里提醒着我, 姓黄的, 你要干什么, 岑队长和那名多警察都在这里, 我就不相信你敢杀人。 我听了徐凯伦的话, 并没有说话, 那一会, 我只觉得心里的那股怒气非常强大, 那股怒气让我心里很湿不爽, 我真的很想大喊, 很想杀人, 可是这里占了那么多的条子, 老子不能大喊也不能杀人, 他妈的,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压抑了。 突然, 我只觉得丹田那里一动, 那股愤怒的气息马上就朝四周散了开来,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 那种感觉就跟我按进初级的感觉一样, 可是那种感觉又不完全一样, 那种感觉似乎比按进初级的感觉强大了很多, 那种感觉似乎有了一种模糊的穿透力, 反正那种感觉真的有点说不清楚。 我以前在突破按进初级的时候, 可以观察到地气的变化, 可是现在那种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的, 我似乎能感受到其他人身体里骨骼和内脏的变化, 虽然那种感觉还不是很清晰, 但是跟以前完全不同。 我站在那里看着徐凯伦, 我甚至能感觉到徐凯伦心脏跳动得很快, 他的心脏一下接一下地跳动, 他的心跳次数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他的心跳次数明显要快多了,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 我站在那里心中移动, 既然我能感受到其他人的内脏和骨骼的变化, 那我是否能感觉到那辆大货车的异常呢? 一直以来, 徐凯伦都在那里很镇定, 虽然他强装镇定, 但是他的各种小动作表明, 他肯定把那些货藏在了那辆大货车上。 我慢慢地收缩心神, 我把那种感觉用在了那辆大货车上。 我只觉得那辆大货车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那辆大货车的车厢钢板那里似乎不太对劲, 那辆大货车的车厢底板那里似乎密密麻麻地堆了很多东西。 他码的, 徐凯伦的那些粉货就藏在车厢的钢板下面。 徐凯伦这小子之所以那么猖狂, 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方法比较有信心, 他对那辆货车的车厢钢板进行了改装。 他在车厢钢板的下面做了个加层, 他把那些货全都给焊在了加层里面。 我站在那里心中暗道, 他码的徐凯伦, 老子这次就一把整死你。 徐凯伦打死也想不到, 他刚才说的话竟然让我的身体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如果他知道他的那句话能有这么大的效果, 那他估计得很抽自己的嘴巴。 徐凯伦站在那里看着我得意地笑道, 姓黄的, 你小子怎么变哑巴了, 你刚才不是在那里很嚣张吗? 你刚才不是说老子的货就藏在这辆大货车上骂你他码的, 倒是把那些货给老子找出来啊。 你小子想他妈地诬陷我, 你还太嫩了点。 我听了徐凯伦的话, 站在那里揉了揉鼻子, 我看着徐凯伦淡淡地笑道, 你个傻逼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货藏在什么地方吗? 老子刚才只是逗你玩而已。 我转身看着曾国杰说道, 曾对。 徐凯伦这小子确实在那辆大货车上藏了很多的货。 那些货就在那辆大货车的车厢钢板下面, 那个车厢钢板是个加层, 徐凯伦把那些货都放在了那个加层里面。 徐凯伦听了我的话, 他当时腿就软了, 他扑通一下就坐到了地上。 他的脸变成了一团灰白色, 他坐在那里, 不停地哆嗦了起来。 沙皮那小子听到我说的话, 他二话不说, 直接就朝旁边快速地跑去。 那些干警见沙皮准备逃跑, 那些干警二话不说, 一个个都跟狗撵兔子一样, 直接就把沙皮给扑翻在了地上。 曾国杰朝徐凯伦和沙皮看了一眼, 他眼中跳出一丝兴奋的光芒, 他站在那里, 看着其他干警一挥手。 你们几个, 快去车厢下面看看, 看看那些货是不是藏在车厢钢板那里。 几个干警应了一声, 他们拿着撬棍之类的东西, 就朝车厢下面爬去。 没一会, 他们就从车厢下面钻了出来, 他们看着曾国杰会报道, 报告队长, 车厢下面的钢板确实有个加层, 我们刚把钢板那里搞开一个小洞, 几毒犬就大叫了起来。 曾国杰站在那里很是兴奋, 他看着那些干警把手一挥, 你们几个小心点, 徐凯伦和沙皮可是重犯, 现在马上把他们给送进看守所。 徐凯伦站在那里看着我不服气地问道, 姓黄的, 老子把那些货藏得那么隐秘, 你是怎么发现那批货的? 我揉了揉鼻子, 站在那里看着徐凯伦冷冷地说道, 我本来确实没有发现那批货藏在什么地方, 可是我应该谢谢你, 是你刚才用下雪他们威胁我, 你刺激到了我的本能, 所以我才发现了那些货。 下雪他们是我的逆鳞, 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想动他们, 那都得死。 徐凯伦听了我的话, 他站在那里大笑了起来, 哈哈, 女人竟然是女人让你发现了我的那批货。 沙皮站在那里, 看着徐凯伦催道, 姓徐的, 你小子刚才在那里裸里巴缩地说了半天, 要不是你说半天废话, 这小子也不可能发现那批货。 沙皮看着我恶狠狠地说道, 姓黄的, 你小子完了, 你知道老子是谁的人吗? 我是粉歌阿四的手下, 你竟然敢搞粉歌阿四的货, 这个消息马上就会传到魔都去的, 粉歌阿四肯定会让你小子玩玩的。 你是不知道粉歌阿四的厉害, 他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 龙, 我直接一巴掌抽到了沙皮的嘴上, 沙皮嘴里的牙齿马上就掉了好几颗, 这家伙看着我想说话, 可是他的嘴却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沙皮骂道, 你小子要是想威胁人的话, 就先打听清楚再说老子是谁, 你都不清楚, 还敢来威胁我。 你信不信老子现在, 就让你在江州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小子现在是在江州, 老子可以在看守所里安排兄弟, 让你天天减肥皂, 夜夜都唱菊花残。 沙皮听了我的话, 他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他没敢再说任何的废话。 我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沙皮, 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 现在李大嘴在看守所里可是恶霸, 我只需要给李大嘴打个招呼, 那李大嘴就会让人修理沙皮这小子的。 沙皮虽然在道上有名, 但是他毕竟是外来户, 江州这里, 老子说了算, 老子只要想修理他, 那就是分分钟的事。 曾国杰站在那里挥了一下手, 把他们全都带上车。 那些干警应了一声, 然后就把徐凯伦和沙皮, 还有那两个司机, 全押到了外面的警车上。 曾国杰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如果没有您的配合和支持, 我们警方还真的找不到 这批货藏在什么地方。 如果这批货留到魔都那边, 那不知道要坑害多少青少年。 黄先生, 您先忙, 我就先回局里了。 我跟曾国杰挥了挥手, 然后我带着螳螂 也走出了那个仓库, 我一边走一边感受着身体内的那种变化, 我心中暗道, 真没想到, 今天竟然在徐凯伦的刺激之下, 老子竟然达到了暗尽终极。 一直以来, 我总是以为五道需要厮杀才能进行突破, 没想到老子突破暗尽初级, 竟然是因为徐凯伦的一句话, 这真是太奇妙了。 螳螂站在身旁看着我问道, 黄先生, 咱们现在去哪? 我站在那里, 看着螳螂笑了笑, 咱们现在去看守所看看李大嘴。 螳螂听了我的话, 他看着我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黄先生, 您可是真够坏的。 我俩直接朝面包车那里走去, 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突然停到了我俩的面前, 曾国杰从警车里钻了出来, 他看着我说道, 黄先生, 我能不能单独跟您说两句? 我看着曾国杰, 心里暗道, 这家伙刚走, 他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徐凯伦的事情又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 我给螳螂打了个手势, 让螳螂自己先去面包车那边, 我看着曾国杰问道, 曾队长,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